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来讲一讲香港十一大游行 来讲一讲中国大陆民主派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有效的来撤印这一次香港十一游行 怎么样能够安全有效的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不出所料,香港警方这次又拒绝了民政十一游行申请 这实际上不是第一次 从818之后,香港警方就再也没有同意过任何一次民政的游行申请 理由就是民政的这些游行申请 游行可能够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 引起暴力事件泛滥,破坏香港的治安 当然了,这绝对不是正确的理由 因为民政过去举办的这些游行思维活动 从来没有引发过任何暴力冲突 从2003年的50万大游行到今年6月9号的百万人大游行 从到今年6月12号的200万人大游行 还有818的这个170万人参与的流水市的集会 没有一次引发过任何暴力冲突 甚至是游行示威者和警察的肢体冲突都没有发生过 那你有什么理由来怀疑民政举办的这些完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 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引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呢? 这完全只是一个借口 民政的游行你都不同意 那其他泛民主派的游行他当然也不会同意 那更不会同意勇武派的游行 所以说香港现在警方拒绝任何民主派的游行示威的申请 已经成了一个他们的新常态 成为他们的对付香港民主派的一种政治操作的手法 那现在香港人的游行集会的这个权力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那按照香港的法律 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游行集会的方式来和平的表达他们的诉求 包括政治诉求的 但是香港警方现在已经把这条法律基本上废制了 让他形同虚设了 这就跟大陆一样 大家知道在大陆虽然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 但是他们在口头上面还是承认老百姓的游行集会的权利的 大陆的宪法上面清清楚楚的就写着 中国公民有游行集会的权利 甚至有结社的自由 但是没有一条实行过 每一次都是通过警方来实行 对于老百姓这种权利的剥夺的 大陆中共篡夺政权七十年以来 他们就没有同意过任何一次民间自发的游行集会 他们同意的只是给中共唱战歌的那些集会 现在香港也是一样 真正能够进行了所谓的香港警方同意的合法的游行集会的只是那些亲中建制派的游行集会 只是那些有大量的大陆过来的五毛水军参与的 大陆的便衣特务参与的那种拥护港府的拥护香港警方的拥护中共大陆政权的这些游行集会 而真正表达不同意见的这种政治诉求的集会已经被彻底的否决了 否决拒绝民众表达诉求的游行集会已经成了香港的警方的一个新常态 不仅仅是在对待游行集会申请方面的香港的警方现在已经完全大陆化了 甚至在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已经香港警方已经全面的大陆化 已经全面的公安化了 比如说在大陆经常有一些啊 这个民众因为他们的权利遭到了侵犯 因为他们的经济社会权利遭到侵犯而走上街头进行抗争的 进行游行集会的那大陆的警方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就是用过度的武力用极端的暴力来打击他们来镇压他们 香港警方也已经学到了这个招数 实际上从2014年的雨伞革命开始 香港警方就已经学习了大陆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那种手法 在镇压雨伞革命的过程当中 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胡椒喷雾 使用了七十几颗吹内弹镇压的那一次运动 那这一次呢 在镇压反送中运动过程当中啊 香港警方的这个暴力又进一步升级了 规模又进一步扩大了 在这次运动当中 香港警方一共用了三枪五百颗吹内弹 而且呢很多时候啊他们不是按照使用吹内弹的那个标准作业程序来做的 标准的程序是你要把这个吹内弹要向天空射出去 然后让他用一个抛物线啊 落到人群当中 用这个气体来吹散人群 而香港警方在很多场合啊 他们是把这个吹内弹当作子弹来用的 是用吹内弹的直接的向人群平射去打到人的身体上面去造成 故意的造成严重的伤害 而且呢不仅仅用吹内弹 他们还用了大量的布袋弹 那其中大家都知道的啊 引起名分最大的一次就是在香港机场 警方呢用布袋弹直接向一个在现场进行救助活动的一个少女进行射击 打瞎了她的右眼 造成了终身的残疾 大陆警方呢 最对待那些被他们抓捕的异议人士 经常是用酷刑虐待的手法啊 不仅仅是维吾尔人 不仅仅是法轮功的人 而且呢还包括这些维权律师 包括大陆的一些工资都遭到了他们的这个酷刑虐待 香港警方现在也是用同样的手法来对待反送中人士 新屋林居留所已经传出了好几单这个警方掠带反送中人士的这个案例 而且呢还有一单案例呢是已经被录像录下来了已经向全社会 曝光了就是啊香港警方在抓到一个反送中人士以后啊把他绑到一个医院用的这个床架上面 然后呢两个警察对他进行轮番的暴力殴打轮番的进行羞辱 这个事件在香港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大的愤慨 大陆的公安经常是勾结黑社会 他们有时候啊面对着那些抵抗强拆的强征的那些民众 那些啊大量的民众的时候 他们自己不愿意啊直接出面 因为可能会造成对他们自己的伤害 老百姓反抗可能会很强烈 那这个时候啊他们就雇佣一些流氓黑社会来跟那些民众啊来进行对打来进行袭击 那现在香港警方啊也是有多起雇佣黑社会和黑社会勾结来打击反送中的这个案例 比如说在7月21号在元朗地区他们就啊动员了一塔批穿白衣服的称作白衣人的黑社会来打击反送中民众 在反送中民众结束游行示威回家的时候 那些民众对他那些流氓对他们进行武力袭击 后来又在北角动员福建的黑帮 后来在其他的很多个场合动员这些黑社会来跟香港反送中人士啊 进行在街头啊进行武力的袭击 那有黑社会的暴力殴打 有警方的酷刑虐待就一定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 那造成严重伤害之后 那让社会大众知道一些讯息之后 就会对警方提出强烈的质疑 就会啊引起社会极大的愤怒 那面对着这种愤怒和质疑的时候 香港警方又向大陆公安学习 大陆的公安在这种场合通常呢是采用抵赖的手法 他说啊我们的录像设备那个时候啊坏掉了 不迟不着就在他们作恶的时候录像设备就坏掉了 或者是说啊我们录像带医师了 或者是说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监控设备 就是不让你大众啊取得明确的这个确实的证据 让你大众死无对证 实际上啊提供这个证据 这是政府的责任 这是警方的责任 那现在香港警方也向大陆公安学习 采用抵赖的手法 8月31号多名香港警察暴力殴打反送中的市民 尤其可怕的是啊 这个被殴打的这些市民当中呢 有三到六位后来呀就失踪了 那极有可能是已经被打死了 那现在香港老百姓都在质疑这件事情 警方你有责任把当时的录像公布出来 而且地铁站里面那是有监控录像的 那是有各个方位啊 各个角落都是有监控录像的 警方完全有责任把这个录像向全社会公布 向全社会澄清 但是呢警方拒绝了 而且呢也指使港铁香港地铁来拒绝公布这些录像 这就是向大陆公安学习 那更可怕的是啊 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香港爆发了一个自杀潮 一个月当中有40多个香港市民自杀了 而且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勇武派的青年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到香港警方是不是也在向大陆公安学习 让那些他们不喜欢的 让那些反政府的那些人士被自杀 被自杀这是大陆过去这些年呢创造的一个词 大家都记得当年的大陆的一个民运人士李旺阳 在呀他刚刚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之后 第二天就被自杀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蓄意谋杀 那现在香港这40多个自杀案件当中有多少是被自杀的呢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现在香港警方跟大陆公安 学习了之后他们会采用同样的手法对待那些最勇敢的反送中人士 对待那些最勇敢的勇武派的青年 让他们呢被自杀 谋杀他们 然后制造出自杀的假象 在97年之前呢 香港的警队那是亚洲最佳的警队之一 他们最高效 最年洁 最奉公守法 但是只过了22年 我们已经看见香港警方已经堕落成什么样子了 已经呢全盘的公安化了 已经呢在率先实行一国一致了 现在呢香港人还在为一国两制在呼吁还在抗争 实际上啊 我觉得一国两制现在已经彻底的终结了 大家不要再幻想能够有一国两制了 一国两制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一个国家根本不可能有两种制度 尤其是不可能有自由民主制度和独裁制度 不能够在一个国家并存 只要这个国家 它的主宰的政权 中央政权 它是实行独裁制度的 那么下面的一部分 香港你就不可能真正的能够保障自己的自由 更不可能实现民主 更不可能实现双普选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假象 香港的警方和香港政府过去的所作所为 已经正式的宣告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的终结了 已经死亡了 已经死亡的东西不能够再复活 也不值得再为之奋斗 所以我建议香港的反对派不要再提一国两制了 要为我们的一国一致来奋斗 中国只能执行一个制度 就是自由民主制度 只有在这种制度下 香港的自由才能够保障 只要中共极权专制还在 香港的自由就会一天一天的被侵蚀 最后就会彻底的消失 香港的警队都会一天一天的堕落 最后彻底的沦为专制政权的英权 成为香港人民的压迫者 过去22年的历史 已经向香港人 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 香港人再不能够独自的为了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而奋斗了 实际上无论大家愿不愿意 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堡垒 成为和中共专制集权对垒的这样的一个先锋部队 香港人过去做得很好 今后呢 我觉得还要增加一点 就是要动员中国的老百姓 大陆的老百姓 一起来加入这个阵营 以一个城市的民主派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来对垒来击垮 这个整个国家的专制政权的 必须要动员中国内地的老百姓 一起加入进来 我相信呢 香港人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 我相信呢 很快香港的勇武派的青年 甚至那些本土派的那些自私 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要把大陆的老百姓动员起来 要通过各种手法 向大陆传播香港反送中 所传达的那些信息 所追求的那些目标 那这个时候呢 大陆的民主自由派 我们也有我们的义务 也应当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那当然了 现在大陆直接用政治诉求 来动员老百姓 现在为之过早 老百姓内心的恐惧还很大 他们不敢为政治诉求而走上街头 但是呢 我们现在维权的这个群众基础 是非常之好 过去七十年中共暴政 已经损害了几乎是各个阶层的老百姓的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权利 而为了维护这些权利 老百姓是为了愿意走上街头的 过去曾经有很多起很多起维权事件 那些维权事件 他们的诉求都没有得到答应了 都没有实现了 那么这些诉求都可以让他们呢 重新激发出他们走上街头的这种激情 现在大陆民主派我们呢 不能够再坐而论道了 我们呢不能够再把自己啊 关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 这个时候每一个地区的这些民主派 都应当联系我们当地的 当地的那些维权的群体 每个人联系一两个维权群体 那一个地区的几十个上百个维权群体 就被我们联系起来了 只要大家都联系起来了 然后通过香港人所使用的这些软件 比如说啊 这个电报啊 或者是WhatsApp啊 用这些比较安全的软件 大家都联系起来 那么在香港发生大事的时候 在香港十一走上街头 或者是这次十一可能来不及了 在下一次香港人民走上街头 进行大规模抗争的时候 那么我们跟香港一起同时走上街头 当中国有十个城市 有二十个城市 走一起走上街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所形成的绅士 那么我们对整个国家的 这个政治秩序的 统治秩序的这种震动 那就不是中共所能承受的了 那个时候就是香港胜利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我们维权胜利的时候 也是我们真正的获得我们权力的最后保障 就是改变整个制度的时候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